你们知道日本人早餐都在哪里吃吗 说好今天要一起吃个早餐 可同事却带我来到了菜场 进去以后里面还真的是个菜场 这个虾好新鲜 才能看到 他怀孕了 不知名的杂鱼 甚至还有活的 鸡尾虾 谁能想到小小的一个菜场 还真的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可同事偏偏钟情于这家 看着满墙壁的签名就知道这家店不简单 你大早又是这么深了 海胆我是吃过的 可这么多的海胆我还是第一次吃 这么吃整体合丝吗 甜臭甜臭 好不容易在海胆里面找到饭 却发现配菜都是海胆 今天真的是时间海胆自由了 然而所有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代价有点大 日本人早上为什么喜欢吃生鸡蛋铭 这家在菜场开了73年的玉子烧店 会告诉你要把蛋弄熟 需要多少个繁杂的步骤 首先你得倒上一层蛋液 别刀多了 等熟的差不多了 就要翻 接着在空白处刷一层油 倒上一层蛋液以后 继续翻 这得翻多少次啊 翻到手抽筋以后 再用木板定型 拿出来还不能马上吃 要把它们切成一条一条 插上竹签以后 菜能拿出来给你吃 种鱼能吃上单料 我以前一直以为鸡蛋卷是咸的 真的好甜 既然来了菜场怎么能不吃小鱼饼 这家店的鱼饼跟别的店的不同 做形状不同而已 外皮倒是又薄又脆 这个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本来以为只有鱼肚子里是豆沙 很没想到吃着吃着 鱼尾巴里都能吃出豆沙 这真的是一豆到底了 这样的日本菜市场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